各位贵宾 各位长官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 欢迎大家一起历龄今年非常重要 甚至是台湾的交通史上非常重大的一次的典礼 在今天的盛会呢 首先大家看到本人身上只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代表桃园机场捷运普通车的蓝色 一种是代表只要35分钟就可以从A万站 直达桃园机场的直达车的紫色 这两个颜色也是我们桃杰的识别社 它的灵感来源是在林口有台湾的一种原生的鸟类 这个鸟的名字非常难念 我就略过了 总而言之 今天我不是黄紫焦 大家早 我是蓝紫焦 非常开心 也非常期待 代表所有想要出国玩的朋友 都跟我一样 有一种终于等到的心情 从1996年开案 06年施工 到去年完工 并且经过缜密的测试 终于在今天正式要跟大家见面了 我相信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这一切也都是值得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 这建起来相当不简单 它是台湾范围最广 距离最直行的捷运 也可能是最高的 在A6跟A7站之间的高度 轨道高达14层楼 但是我们也是最先进的 我们提供了全世界 目前唯一的全程4GWiFi免费服务 所以我们必须要说 桃围机场捷运 它是所有台湾的朋友跟国际接轨最重要的管道 同时也是串联北北桃一日生活圈最重要的干线 各位朋友 当我们在这里庆祝的同时 我们应该要给幕后所有曾经为这个20年付出过的朋友们 桃围机场监运的上上下下一个最热天的掌声 谢谢他们这20年的付出 还有我们今天的此刻丰收的结果 马上为大家介绍今天与会的许多的贵宾 在唱评之前我要先确认一下我的手卡 以免发生奥斯卡事件 怎么念都是爱马史东 首先欢迎的是坚长院的院长爱马史 而不是 张伯雅院长 欢迎院长 院长早 谢谢你们的弟弟 接着欢迎交通部的部长贺成蛋部长 部长早 接着欢迎的是交通部高铁局的局长 吴湘林局长 局长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桃围市政府 今天上的最灿烂的郑文灿市长 以及游建华副市长 欢迎 接着欢迎桃围市政府的团队 以及新北市政府的李四川副市长 还有新北市政府的团队 接着欢迎是我们的主人啊 今天所在之处台北市政府的 柯文灿市长以及市府团队 欢迎 接着欢迎潘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 潘老师 欢迎 谢谢欢迎设计师 接着欢迎来自日本的 圣综合计划事务所的CEO 盛文宴建筑大师 欢迎 刘光收 接着欢迎桃围大众捷运公司的董事长 刘彬毅董事长 欢迎董事长 接着欢迎桃围大众捷运公司的总经理 陈凯玲总经理 欢迎总经理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桃围机场公司的董事长 曾大人董事长 以及桃围机场公司的团队 欢迎各位 不好意思 今天贵宾非常多 我尽量在下午两点前会念完 接着是中午桃围公司的何乃轩 当河南轩董事长以及团队 欢迎何董 接下来欢迎的是长荣集团 例如航空的林之中董事长 以及长荣集团团队 欢迎董事长 接下来欢迎的是桃围市议会的议员们 欢迎议员们 以及欢迎新北市议会的议员们 欢迎 还有台北市议会的议员们 欢迎 以及我们辛苦的立委们 欢迎各位 谢谢 还有接下来欢迎的是桃围捷运公司的董监事们 欢迎各位 以及台北大众监狱公司的董瑞斌董事长 以及大众监狱公司团队 欢迎 董事长好 接下来是台湾高铁公司的江耀忠董事长 以及台湾高铁公司团队 接下来欢迎的是悠悠卡公司的林上凯董事长 以及悠悠卡公司的团队 欢迎董事长 接下来欢迎的是一卡通公司的张修琦总经理 以及一卡通公司的团队 欢迎总经理 接下来欢迎的是远新公司的董事长 梁锦林董事长以及远新公司的团队 欢迎 来我们后方接下来欢迎是中心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梁锦林董事长以及中心工程顾问公司的团队 欢迎董事长 在后方欢迎欢迎 接下来欢迎是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陈徐胜总经理 欢迎总经理 接下来也是远到来的朋友来自川崎重工的阿几勒 马之菲吉松陈张副总裁以及团队们 欢迎 最后欢迎的是西门子的总经理 王汉光总经理 欢迎总经理 在后方 谢谢 欢迎欢迎 好 今天的开幕的仪式呢 非常多精彩的表演 首先我们要欢迎一位呢 很特别的法国人 这位法国的习男叫迪文斯 在12号逝禀的时候呢 他出现在我们的陶节里面 在我们的机节里面呢 他用所谓的音效声跟电音来串绵成一首歌曲 然后引起广大的回响 短短的两周呢 就有60万的观看人次 6000人的分享次数 请注意 他并不是我们桃园机场捷运的暗装 他就是一个热爱音乐 热爱捷运的音乐人 这位迪文斯先生 今天我们特别把他请到舞台前面来 让大家来欣赏 他如何运用捷运当中的音乐